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冰棒在手中融化 以冰棒在腸胃內被消化分解 依次判斷它們各屬於何種變化 冰棒你在水中融化 這是物理變化 這是物理變化 比如說你這個冰 比如說蚵仔煸 你融化以後就是一些水 加一點點蚵仔 那蚵仔還是蚵仔 水還是水 它沒有產生化學變化 只是狀態改變 所以這個是物理變化 但是你冰棒在腸胃內被消化 比如說蚵仔煸 你在腸胃裡面 那你這個蚵仔的話 它的話就被分解 蚵仔裡面可能有澱粉 電粉的話 分解成葡萄糖 等等 葡萄糖的話 再繼續分解等等 所以這裡面的話 有經過那個 未分解的話 這個是一個化學變化 所以蚵 它是純粹物理變化 乙的話裡面 有一些化學變化 所以蚵是物理變化 乙是化學變化 所以這裡大家應該選擇 A